2008年远雄人寿已将近130亿买下了信义区的土地要盖总部 也创下国内不动产交易的新填甲 那么隔了许多年之后却爆出了弊案 检调追查发现当年持有土地昌宣建设的时任总经理跟副理 涉嫌内神通外鬼 勾结土地前科 制造土地买卖整合困难的假象 以话数向远雄敲诈了佣金4.45亿 而且私通了其中的2.6亿 双手插胸前表情严肃走出北检 他是土地前科李克亦 涉嫌敲诈远雄4.45亿遭到约谈 合谋的是他们 时任昌宣建设副理罗文德 以及总经理向可利 分别以100和200万元交保 两人被检调怀疑内神通外鬼 勾结前科利用土地买卖 横横海削远雄 2008年远雄集团已将近131台币 买下信义区A1土地来作为企业总部 但没想到事隔多年却发现当中有诈 远雄总部所在的信义区A1 当年以每瓶近700万买下 近130亿总价 刷新国内不动产交易新天价 警告追查发现 前科李克亦从中斡旋 向远雄表示土地权力复杂 整合不容易需要打点人脉 合谋昌宣罗文德向可利 跟远雄多要了4.45亿佣金 其中2.6亿就流入两人账户 导致昌宣获利受损 涉犯背信罪 实际来到昌宣公司 却被挡在外面 检调原本怀疑部分佣金 是流入赵腾雄父子账户 2019年曾传讯两人 当年风光创下 不动产买卖记录的交易 没想到事隔超过10年 再爆出弊案 三天新闻林中心 代委员张志豪 亦高冬